整個房間大概有30平方米 所以整個看起來也算蠻寬敞的 真的是非常豐盛耶 不愧是這種連鎖高級的大飯店 但是太久沒吃蛋餅了 我最喜歡口味就是這個 哈囉 我是Ni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在的位置是大阪 也就是大家每次來關西玩的必經之地 相當熱鬧的大阪 那這次會來大阪呢 最主要是要找朋友之外呢 其實想要趁手上 還有謝爾頓金卡會員的資格 想要入住大阪最高級的謝爾頓飯店 那這次的影片就是要開箱飯店 然後我們還會去附近走走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從大阪車站出來呢 其實馬上就會看到謝爾頓了 那它中間是飯店 然後左右東西各有移動他們自己的 有點類似他們的plaza 就是購物中心裡面有很多餐廳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飯店check in 那我們現在就辦完check in手續 進來房間啦 房間真的非常乾淨漂亮 那這家大阪謝爾頓呢 其實地理位置非常方便 我跟朋友剛剛從大阪車站一出來 還在那邊看地圖找在哪 結果抬頭一看飯店就在我們眼前 然後出來走路大概不到兩分鐘的距離 所以其實非常方便 那附近也有JR也有私鐵也有地下鐵 所以整體來說呢 就是非常棒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一下房間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次呢有先跟飯店說 就是我們可能會拍照攝影 所以呢對方有讓我們升級到 大家看哇34層樓 真的住在這麼高的位置 算是人生第一次吧 就這一棟總共也只有35樓 所以我們算是被安排在滿高的客房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房間長什麼樣子吧 房間一進來的話 這邊就有個空間 除了可以放行李之外呢 你也可以坐在這邊穿鞋子 那下面的話呢就有睡衣 那在另外一側呢 就有乾濕分離的衛浴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衛浴空間 我還蠻喜歡的 就非常明亮舒適 而且相當的寬敞 那謝爾頓他們家最常用的備品 就是這系列 就是歐洲進口的 上次去長期住謝爾頓的時候呢 也是看到一樣的牌子 那一樣吹風機 那這邊的話就有我最愛的 免治馬桶 而且他們家是用TOTAL的比較高級 另外一側的話呢就是衛浴 那這邊的話呢它有一個浴缸 那如果你不想在房間泡這個小的浴缸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它的三溫暖跟澡 所以晚上我們睡前打算去 那這邊就是一些領浴跟備品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側 這邊的話呢就是有一個很大的衣櫃喔 那這個衣櫃的話下面也有保險櫃啊跟拖鞋 衣櫃的另外一側呢就有一個全身鏡 所以你在出門前的話就好好用這個鏡子 打理一下自己的造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房間吧 我們在這房間呢是兩張單床的房型 整個房間大概有30平方米 所以整個看起來也算蠻寬敞的 然後我覺得這眼前的景色真的非常好 待會再過去給大家拍個特色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電視啊 然後還有mini bar 下面就是冰箱啦 那這邊就是一個mini bar 不過每一天大阪這邊地點實在太方便 所以你也可以出去買啦 那另外一側的話應該就是一些咖啡跟茶 我們來看一下 哇膠囊咖啡居然第一次看到這麼大房耶 它是給6個耶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些茶 不過我對茶我就是不是很認識 大家知道這些是什麼牌子嗎 那下面的話呢應該就是一些悲劇啊茶具 非常的齊全 那下面就是一些點心 還有一些哇居然有酒耶 不過我們這次的房間因為可以進行政酒廊 所以呢其實就有非常多的飲料跟點心可以吃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房間外面的檢測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 登登 自帶生肖 這就是我們這次入住 行政客房附贈的小茶點 然後面呢則是 我看網路上很多人推薦就是 希爾頓他們家的餅乾 聽說超級好吃的 待會再來享用一下 最後來看一下 傍晚的景色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6點多了 不過最近每一天這邊就是 發展非常快速喔 所以就是大樓好多啊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去行政酒廊 沒錯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住飯店可以進行政酒廊 所以非常的期待 聽說他們家的東西就是很豐富也很好吃 那我們就去看看長什麼樣子吧 GO 好 在這邊行政酒廊其實有早餐時段 也有下午茶時段 也有晚餐時段 那我們現在是晚餐的時間 它是晚間的雞尾90段 是從晚上的五點半到七點半 然後我跟我朋友呢 本來查了想說要去哪邊吃晚餐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這邊的東西真的是 非常豐富 我根本就可以直接當晚餐了 然後我現在已經要準備來吃甜點啦 甜點水果也是非常的新鮮可口 然後像它這邊的這個巧克力蛋糕啊 哇這看起來就是跟外面賣的一樣 還有這個 這應該是莓果奶酪吧 兩個看起來都超讚的 那我們就來吃甜點吧 那在這家謝爾頓大阪其實總共有五家餐廳 二樓的位置呢一共有四家 一樓的話有一家它的咖啡店跟甜點 那現在我後面這邊呢就是在 他們正在辦甜點的吃到飽 那每到冬天就是有個季節限定的活動 聽說也是蠻有人氣的 那我們就要一起稍微看一下呢 二樓的餐廳這邊有些什麼樣的料理吧 那這邊這一家呢是法式的料理 然後它有所謂的包箱 它包箱是在酒造裡面喔 非常的酷 聽說他們這邊呢 有點藏了200多種的紅酒在這邊 另外一側呢是比較偏綠式的料理 一家是傳火它是鐵板燒 那另外一家的話呢它是壽司跟生魚片 兩家都是比較偏日式的感覺 那最後一家餐廳呢它是比較偏西式的 那其實我們明天的早餐呢也是在這邊吃 它晚上的時間呢它也有buffet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它現在就是有季節限定的下午茶是吃到飽的 聽說蠻有人氣的 哈囉大家早安 在我後面呢就是我們這次住的飯店可以看到的窗景 我真的覺得可以一早起床看到景色 真的非常的幸福 那現在呢也到了早餐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這次是住行政的客房 所以可以用行政酒廊 然後也可以選擇去二樓的餐廳吃早餐 那我聽說就是早餐的話是二樓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我們就決定先去二樓開箱飯店的早餐給大家看 那相對人潮可能會比較多啦 但是假如你是想要比較安靜的環境吃早餐的話呢 可以考慮呢在行政酒廊享用早餐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吃早餐去 Go 我們現在就來吃早餐 啊我覺得早餐真的是非常豐盛耶 不愧是這種連鎖高級的大飯店就是不一樣 就是種類非常豐富 意外的就是人潮並沒有我想像中這麼多 所以其實整個用餐空間也是非常的舒適 而且我覺得它重點是它的位置跟位置之間就是隔得蠻開的 就算人多的時候也不會感受到很擁擠 然後雖然是外面就是也有大阪的街景 就感覺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就來吃早餐啦 いただきます 因為大部分日本的飯店啊都是只有日式的料理區多 那這邊的話可能因為歐美人比較多 所以呢我覺得西式比較多啦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吃西式早餐 所以非常開心 然後終於有不是味噌湯 就是有玉米濃湯可以喝 然後我發現居然還有很酷啊 它居然有油條 那我覺得是油條蘸玉米濃湯應該也不錯 好 我們來試一下給大家看 飽飽 quiero 想說一直待在飯店實在太廢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出來散步一下 因為晚上可能會下雨 所以我們趁今天下午還沒有下雨 所以í点陰氣之後出來走走 那我現在來到了大阪天滿宮 那這邊也滿有名的 但是我就是從來沒來過 然後就當作是一個日常的散步 然後想要順便去吃這附近一家 很好吃的清味 聽說蠻推薦的 那我們就去天滿宮 acknowledge 然後呢 再去吃好吃的台灣料理 現在就從車站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意外的蠻熱鬧 算是我第一次來的地方 然後它有商店街叫天神橋商店街 然後那邊有很多小吃 也有日式料理 也有章魚燒 也有可樂餅 然後也有天婦羅 而且剛剛看到的是那種 明太子可以吃到飽的 害我現在心裡有點動搖 看到的要吃什麼 那我們先來天滿宮參拜走走吧 講吧 就 rising 決定了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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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因為是2月的下旬 剛好是有梅花的展 在這邊2月10號到28號 那我今天來天滿宮最主要目的地呢 其實不是想要去天滿宮 是因為在天滿宮附近的商店街這邊 有一家在日本的台灣早餐店 就非常有人氣 然後我想說不知道下次回台灣是什麼時候 然後剛好日本朋友有在 所以就帶他來吃這家台灣早餐 雖然是早餐喔 現在已經下午1點了 就是還在排隊 而且裡面就是已經客滿了 那假如你是來日本玩的話呢 我覺得你就去這附近的商店街 吃好吃的日本料理吧 那我們就排隊準備來吃這個台灣早餐 吃吃看到底到不到地 等了半個小時終於進來店裡面了 只能說日本的台灣早餐店真的是非常有冷氣 而且特別是日本人女生吧 我們剛剛排隊就幾乎都是女生 然後我今天就是非常想吃飯糰 就點了飯糰的套餐 然後他套餐就是可以選一些蛋餅啊 或者是還有什麼古早味蛋糕啊 或者是煎餃 但是太久沒吃蛋餅了 我們就來吃蛋餅然後還有飯糰 然後就是這個我非常喜歡的紅茶豆漿 這樣套餐的話呢 一個人差不多要日幣1000塊左右 但是你點套餐的話呢 就有店內的豆漿 可以無限續杯 而且他杯子也非常可愛 這個飯糰真的超多料 而且他就是飯是飽飽的 而且吃起來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好像要咬得很辛苦 就覺得好吃 吃完午餐呢就在這邊散步 那這邊有一條非常大的商店街 叫做天神橋金商店街 那我覺得他最特別的地方是上面的鳥居啊 都會一直換顏色 剛剛有紅色的 然後又有藍色 然後現在有綠色的 真的非常特別 而且這邊店面就非常的多 那就一起來散步走走回飯店 為什麼要回飯店呢 因為我們的行政酒廊就是有下午茶是免費 他是從3點到4點半 然後我跟朋友說 那我們就不如回去看一下就是下午茶或什麼 現在一個我非常喜歡的CP值很高的土產 就是這個呼吸巧克力 然後我最喜歡口味就是這個 北信地的一般口味的 他現在又出這種什麼 大阪綜合果汁的 算是大阪的土產 這我第一次看到 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後有京都抹茶的 有一般牛奶的 但我最愛還是這個 買一包 而且我日本朋友說他沒吃過耶 這家店賣的東西都好便宜喔 像這個蝦餅居然只有108 而且還滿大包的 而且是無恥無作的 這口味看起來超好吃的 有扇杯跟牡蠣 然後也有蝦餅口味的 啊好想買喔 但最近吃太多了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朋友說這是大阪非常有名的 便宜的超市 但是他的外表看起來很像 在玩彈珠牌的 看起來非常的詭異 下午茶的時段呢 是從3點到4點半 然後就是有一些青食啊 三明治 然後有一些甜點之類 那現在剛好是草莓季啊 就是還有草莓的蛋糕 我們不能一直吃東西 所以我們決定要來運動一下 然後在希爾頓飯店這邊的七樓呢 它這邊有一個健身中心 那這邊的話就是除了有健身房之外呢 有泳池 然後有三溫暖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看看長什麼樣子吧 今天的話呢除了有一個休息的Lounge呢 這邊有溫泉跟三溫暖 那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健身房 健身房在這邊 不過今天下雨天可能蠻多人在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邊的地方呢其實有個泳池 我們就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吧 那其實這邊泳池就是沒有到很大 但是還算夠用 然後它是一個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溫水泳池 長這樣 然後大概只有15米左右 可以看到現在都沒人 所以假如你要來這邊稍微運動啊 休息一下呢 我覺得都還不錯 哈囉大家早安 那其實這次來大阪呢 原本有找一些想要去的景點 跟想要吃的餐廳 但是這幾天天氣就是不太好 再加上我們住了不錯的飯店 所以就想說乾脆飯店待好待滿 那昨天我們在二樓吃了早餐 那我們這次是因為住行政客房 所以也可以在行政酒廊吃早餐 所以我就決定呢換個口味 我們一起去看看呢行政酒廊的早餐如何吧 那行政酒廊的種類雖然比較少一點 但是就有一些比較高單價的東西 其實像我們昨天早上在二樓呢 就是沒有看到熏鮭魚 我自己很喜歡吃熏鮭魚 所以這個耶 熏鮭魚 然後另外就是有一些像是這個飲料 這個的話就是現打的叫做果汐吧 就是昨天也沒有 昨天大部分都是那種濃縮還原的 然後這邊有現打的果汁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動 我們現在就在大阪梅田的街頭逛街 然後今天本來想說天氣不錯的話 原本是很想去海油館 因為那邊就是沒去過 而且那邊有一個可以看到港口 平家不錯的星巴克 但因為今天天氣就是陰陰的不太好 所以我決定更動我的行程 我們就一起在我們這次住的 西爾頓大阪附近逛街散散步 然後順便看一些就是我非常想看的東西 那就跟著我一起散步走走吧 想說要買一雙博肯鞋 但是週末真的太多人了 連我就是想要看個鞋子都要拿後碼牌 我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所以我就轉戰到其他地方 然後我們來到寶可夢中心 一個任天堂商店 但是那邊真的是太多人了 所以我就決定來過來看這邊 這邊有一個也是新開的多愛夢的商店 超級可愛的 這個之前去長期的時候有看到的 Castella這個文明堂的 沒想到他就有跟多愛夢合作出的銅鑼燒 感覺應該蠻好吃的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大阪車站北邊 那後面這家百貨公司呢 其實也非常有名 我跟我朋友就是說想要買一件長板大衣 我昨天就是拿他的長板大衣過來穿 然後覺得哇 我穿起來好像還不錯看 然後他說這裡面應該有不錯的衣服可以看 那我們就進去逛逛吧 波特最近呢就是有跟多多龍合作 好像有出一些很可愛的包包吧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還沒有吃午餐啊 因為我們早餐真的吃蠻飽的 所以現在已經下午4點多了 還沒有吃午餐 那來大阪呢就是一定要吃大阪燒 然後我們找了一家就是福泰蘭 其實我吃過他的本店 然後沒想到這邊有分店 然後我朋友就是完全沒吃過 所以我們就來去找一下大阪燒 沒想到他下午就來休息 他晚餐就要等到5點 所以我們這次就吃不成大阪燒了 我們要來早早要來吃什麼吧 這下也蠻推薦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吃吃看喔 我跟朋友呢看半天呢 我們突然兩個都很想吃湯咖哩 然後這邊有一家生意蠻好的店 它是白海道炸黃的湯咖哩 但看起來都很好吃耶 那我們就來吃這家當做我們的午晚餐 那想說吃完鹹了就想吃甜的 然後這邊有一家就是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名古買不到的 它是肉桂捲 它是來自西雅圖 還算蠻有人氣的 看起來真的非常的好吃 而且一個不便宜喔 這樣大家日幣300多塊 400塊其實蠻貴的 然後就來搭配我們櫻花季限定的 Starbox 然後享用完我們的 這算下午茶嗎 因為已經傍晚了 享用完我們的甜點呢 就要準備搭車回明菇 明天就要上班啦 那老樣子呢 這次的算是我的生活Vlog的分享吧 也做一個不錯的飯店 假如大家下次有來大把玩的話呢 不妨考慮一下這家西雅圖 因為我覺得它地理位置真的非常的方便 而且住起來真的非常的舒適 而且畢竟呢 是老字號的大飯店呢 有一定的水準跟品質 那老樣子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留言告訴我你的感想 訂閱頻道跟追蹤IG 才不會錯過我在日本的生活 還有旅行的點點紀錄喔 那我是NICK 我們下集影片見啦 掰掰 用的講座 同則 的 的 問題 ся 我 的 說 說